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小霧挑戰其中一個溜滑梯 將手中5克的彈珠不慎離手 那發現這個彈珠的出速度是0 在下落過程中 它的高度跟速率關係 弩圖所示 彈珠在下滑的過程中 摩擦力做的功為多少 我們想要算摩擦力所做的功 對不對 摩擦力它是一個非保守力 非保守力做功等於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 來 非保守力做功 非保守力做功等於動能的變化加上未能的變化 來 非保守力做功等於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 好 你想要算摩擦力做功 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 來 動能是增加的 你看一下這個圖 它的高度一開始是多少 是11左右 對不對 那速率是增加 對不對 下來的時候高度 你看這個圖 它這個圖 這裡是速率 這裡是高度 對不對 那高度減少 對不對 速率是增加的 那速率從0到10 那動能就會增加 那動能增加 我們就說 1m v平方 這個m是5克 5乘上10的負3次方公斤 再乘上速度 速度是10平方 減掉出動能是0 然後呢 再加上未能 未能是減少的 未能 你看囉 這到這 未能是減少 對不對 利滑梯下降嘛 後來是0 那原來我們就說mgh m是5乘上10的負3 gh 代替多少 h代替11 好 我們把這個東西來 計算一下 這個是10的負3 再乘上10的2次方 那就會10的負1 所以約掉了 那這個 再乘上他 再乘上2 好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 呃 多少 2.5 來 這個就變成 等一下 0.25 抱歉 0.25 好 所以動能增加0.25 那未能減少多少 減少 這個約掉 約掉10的負2 10的負2就0.05 來 0.05 然後再乘上11 再乘上11的話 來這邊是55 好 然後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 0.55 負0.55 那負0.05 負0.55 再加上 正0.25 這樣就會變成 負0.3 好 所以摩擦力做工 選負0.3 交額 所以本領答案選D 就好了